正当福音电影《奴亚方舟经世启示2》的制作 即将面世的时候 不能不告诉你 一个极需要代讨和支持的消息 长达七年的方舟探索 终于有成果 我们虽然流过不少汗水和泪水 但过程全部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 一步又一步的神迹 我们感觉到 当中最重要的 不单只是在山上发现了木结构 成为有力的影像证据 向全世界的人见证方舟不是神话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亲身经历了上帝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力 他为我们召集了一个愿意为神上路的团队 无论是导演、摄影师 甚至车和之后还未康复的Fiona 都甘愿冒险、取是后命 实在令我们很感动 其中令我们最深刻、最难忘的是 2008年 在最重要的行动里面 攀山教官Panda 告诉我们 愿意义务上山、核实木结构 这个是一个非常任务 还记得当时 他说上帝给了他几十年的野外经验 无非都是为方舟探索预备 所以他愿意成为我们当中 第一个去到最危险的地方的人 还在阿拉纳山4200米上 成功拍下了震撼的影像证据 但是谁知道 一模完之后 他的身体起了变化 在血那里发现了血色数低 在这个时刻里面就要连骨髓 检查结果是 他已经有第四期林巴馬 身体的血量 只有常人的六成 但是Panda 这个负伤的铁人 竟然坚持在2009年 再上山 去找方舟 还意外地发现木结构的其他部分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跟他在不同的地方 分享见证的时候 我们形容他 是一个走得走得的神迹 每次他都对我们说 虽然不知道上帝 为什么令他有这个病 也不知道可以生存多久 总之还有呼吸 每天醒 醒到 还看到太阳出 还是光 你还尽你自己力 你还等什么 但只要每一天 仍然有一口气 他都愿意用尽全力去作见证 用剩下的日子 向最多人传福音 结果 在香港 中国 澳洲 最少有2500个人 因为方舟信耶稣 如果上帝许可的话 我们希望以 挪亚方舟经世启示意 配合Panda的见证 在世界各地 叫人借住方舟认识神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原初计划电影 能够在十月底排期上映 但是Panda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意识到可以行动自如的日子 越来越少 而方舟的信息 在末世的吹逼感更加是倍增 所以在最短时间内 向最多人传福音那种迫切感 都越来越强烈 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我们会在8月27号 香港亚洲博览馆 举行挪亚方舟经世启示意 电影报道大会 还会在8至10月期间 在澳洲雪梨歌剧院 台湾TICC展览馆 等等多个国际大型场馆 举行电影报道会 我们相信 这部电影 是在上帝的时间表之下面世 所以我们已经倾尽所有 各个童工都已经全力以赴 不管是身体剩下六成血的Panda 都尽全力作见证 今天我们需要你的代讨 盼望短期内 能够筹到300万 巡回报道和宣传经费 8月就会在香港、中国、马来西亚、台湾、澳洲 和美加等等地方 目标是接触10万人 希望有过万人归主 今天影音事团的同工 和Panda的心愿相同 愿意继续威神上路 直到走不了下去为止 今天我们所参加的是资源 盼望你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和代讨 多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